桑托斯议员在美国国会推出郭法案 6月7日,美国国会众议员乔治·桑托斯在个人推特发布一则视频消息 视频显示,在当天的美国国会日常立法会上,桑托斯议员提出了一项郭法案 法案指出,对郭文贵先生的指控只是中共对他发起的政治迫害活动的一部分 桑托斯议员呼吁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、司法部以及联邦政府 调查中共对美国政府的渗透,并尽一切努力解救郭文贵先生 这项法案全称,2023年政府一致监督法案 极简称,郭法案与郭先生姓氏完美契合 这是美国一些议员在提出一些有针对性提案时常用的一种技巧 桑托斯议员表示,他将毫不退缩地对中共进行反击 并称,如果美国的法律标准更严格 如果联邦政府要求管理司法系统的人更频繁地披露其财务信息 这种不正当和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交易就可以避免 字幕中文字幕 提出 决定 字幕君 提出 决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